哎,想着后世的病人,疾病会像肥皂一样清洗和除去罪恶的污垢,疾病成为恕罪的条件方面有可靠的盛讯。 又有盛讯说,就像摇晃成熟的果树时,它的果子掉下来一样,一个有正性的病人的颤抖也会抖掉它的罪过。 罪恶是永恒生活中的长久的疾病,也是今世生活中对于心灵、良知和灵魂的精神疾病。 如果你忍耐而不抱怨,那么可以以这短暂的疾病把自己从长久的疾病中解脱出来。 如果你不想着罪过,或不知道后世,或不认识安拉,那么你有着比你身上的小病大百万倍的可怕疾病。 为它,你要哀叹,因为你的心灵、灵魂和私欲与世上的所有事物都有联系。 通过不断的分离和衰亡,这种联系会被切断,从而对你造成无数的伤口。 尤其当你不知道后世,而把死亡想象成永恒的死刑时,会觉得自己似乎有着像世界一样大的伤痕累累、疾病缠绕的身体。 所以,首先,对于你的带着无数伤口的巨大的精神身体,你要为它的无数疾病,寻找能够彻底治愈和完全消毒的信仰之药。 找到这种药的最短的路时,通过这个生理疾病,撕开疏忽之木,而让你看到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之窗口。 认识伟大的主宰的力量和仁慈。 是的,不认识安拉的人的头上有着充满世界的灾难,而认识安拉的人的世界充满着光明和精神的快乐。 这能以信仰程度而感觉到,从这信仰而来的精神快乐和精神治疗之下,这些轻微的生理疾病的痛苦会被化解、消除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